大姐夫 你这干嘛呢 寻业呢 往那边寻 千万别回家 你回来 这怎么还不能回家了呢 千万别回家 王丽丽在咱们家堵着你呢 王丽丽 一号楼那个王丽丽 他堵我干啥呀 堵你干啥 你自己不知道啊 怎么了 你是不是在他家窗户上面 安了个探头 对呀 你为什么给他安个探头啊 哎呀 我跟你说 情况是这样的 他呀 前几天跟我们说 说夜里边啊 发现有人呢 偷窥他 哦 完了我们就加强了巡逻 也没有找到这个偷窥的人 后来我出了个主意 我说不行啊 在他窗户台底下装个探头 这样就可以抓到那个偷窥的人 你抖什么机灵啊你 就你聪明啊你 他不是来报案吗 你就拿着手电 你相争性的 你照着没有 告诉他不完了吗 那不行 人家业主有要求 我们物业就得满足嘛 你就认真嘛 你就 哎呀 你多了不起 是不是 王莉莉 你惹得起吗 你啊 哎呦 这街坊林姐们 你们都知道吧 那么 王莉莉 你养这么大一条大狼狗啊 我得天天在小区里六来六去 六来六去啊 那是人见人怕 狗见狗跑啊 就连他老公都选择暂时和他分手了 你惹他 我前生朋友在咱们小区谁不敢惹啊 我真不敢惹他 那怎么的人还在讲理啊 他讲什么理啊 我就够不讲理的了 他比我还不讲理 我跟你说顺话 其实王莉莉那个人挺好的 就是脾气不好 性格比较强 比较爱面子 我跟你说 情况是这样的 他跟他老公结婚这么多年 俩人一直没有要上孩子 心里面本来就不痛快 这不养了一条大狼狗吗 就把这条狼狗当成自己的儿子养 你说怎么那么怪 这个狼狗啊 别人谁都不咬 专咬他老公 俩人就为这个狗的事可没少吵架 后来吵着吵着 越吵越厉害 他老公就跟他说了 你是要狗啊 还是要我呀 后来王莉莉跟他老公摊牌了 说这么这么 一是狗留下你走 二是你走狗留下 他这两条一样啊 我听这都是狗留下呀 可不吧 把老公给气走了 俩人就就分居了 明白了吧 哦 不是 他家里闹闹去呗 他干嘛那么恨你啊 他那么大一条狼狗 往外边一溜 那街坊邻居能干的 是啊 我就找他去了 我说不行啊 咱这个小区不能养大型犬 是啊 国家是有规定的 有规定啊 你必须能走 后来我就逼着他呀 把这个狗啊放到他老公家去了 他老公住郊区 那能养大型犬 就为这个事 你知道吧 弄狗那天 拿着勺子 差点没把我脑袋给我开了 见着我就跟仇人似的 这我就明白了 他这是恨你了 他是要报复你 你更不能回家了 小王啊 听着 小王啊 大姐 那个王莉莉走了是吧 没有 还没走呢 我问你 你是不是惹祸了 没有啊 还没有 王莉莉在咱家呢 你干嘛往他们家窗户上 装一探头啊你 哎呀 你这什么事呢 这个我跟顺风都已经说过了 情况是这样 他呀 说有人晚上偷窥他 我们就装个探头 想发现这个偷窥者 哎呀 你做的确实是对啊 可是王莉莉不这么认为啊 说你偷窥的 还说你是流氓 呦 升级了 啊 你怎么还胡说八道呢 不行 我得找他去 你再待着吧 你再在这待着吧 他什么时候走 咱怎么回家 咱惹不起咱躲得起 是 你说这叫什么事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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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躲我 你们全家都躲到院子里来了 来吧 说说咱俩的事 你俩有啥事啊 是他 无情地 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弄走 你儿子 对对对 就是他养那条大狼狗 是他 无私地 把我的隐私给公布于天下 啥意思啊 他不是装了个探头吗 不是 王莉莉 装探头 那不是为你的事吗 你不说有人偷窥吗 我们就是找这个偷窥的人 就是还没找到呢 你装的探头挺有成果呀 没什么成果呀 我已经到咱们的屋檐 查看这三天探头的记录 这个偷窥就抓住了 抓住了 谁啊 就是他 我说莉莉啊 这可不敢胡说 咱们有证据啊 对你不能胡说呀 证据 贴证 我每天 九点半是我洗澡的时间 这个时候 他准时在我的窗户外头 流得来 流得来 流得去 第二天 九点半 正是我洗澡的时间 这时候 准在我的窗外头 流得来 流得去 不是你还是谁 等会儿 等会儿 我问问他 我问问他 你别急啊 你过来 他什么时间洗澡 你怎么掌握得这么清楚呢 情况是这个样子 我俩知道他什么时候洗澡啊 不是怎么这么准呢 九点半你就在那出现了 这不敢巧吗 我们就是九点半巡逻吗 你是知道的 哎呀 说鬼话 骗谁呢 我现在的探头都是高清 闹不好 还是三臂的呢 哎呀呀 我告诉你 丽丽啊 你知道吗 在自己家里 在自己的卫生间里 是 我们是非常开放的 是都这样 他们 转发脑啊 哎呀 我问你 你看了没有 我看什么 我那墙那么高 我哪看去 我这 没看完我也没看脑啊 我跟他说 你说这 丽丽啊 丽丽 你可能真是误会我大姐夫了 我大姐夫这个人 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哎呀 你可能不太了解 健康邻居都了解啊 是不是 健康邻居 我大姐夫就是个傻子 谁是傻子 是不是个傻子 是 他们只有你一个 他这心眼直 他不会那些个乱七八糟的 他装这个探头啊 他就是为了抓脱窥者 他他是关心你 哎对呀 你看我跟钢子吃完饭啊 每天九点半 钢子陪我看电视 你说为了关心你 把我都给牺牲了 你也说 这不是为了关心你吗 你心里有我呀 怎么没有啊 这两天我想的就是你的事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要是这么回事的话 你早告诉我呀 现在都是二十一世纪了 有爱是要大声地说出来的 我也知道 现在很多夫妻啊 生活时间久了 爱情就会变成亲情 你是不是把他当成你妹妹了 哎哎哎哎哎呀 没你的事 王子啊 我现在对你 对我所做的一切 瞬间合理化了 你想尽一切办法 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弄走 你不就想让我属于你一个人吗 你想尽办法 在我的窗户外边按上探头 你不就想无时无刻地看见我吗 哎 这十七里你看还看不够 还要到现场来看看真人秀 哎呦哎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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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你给马利利啊 你听我跟你说啊 比起是呢 比起是 我知道 一个女人 她长得漂亮的话 是会遭到男人非分之响的 郭总 你听我跟你说 不要再解释了 特别是捅住你老婆的面 这很不好 不是 你听我跟你说 别让我原谅你了 我全明白了 谁让我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呢 这年头有魅力女人 王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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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莉莉你站住 我跟你说啊 我对你这份自信 我是佩服的无敌同意 但是我跟你说啊 我每天晚上去你那儿 包括给你装那个探头 都是为了抓到这个偷窥者 哎呀 抓什么偷窥者呀 你不就是偷窥者吗 怎么我还 我不是偷窥者 哎呀 行了行了 就算没有偷窥者行了吧 什么叫就算没有啊 哎呀 你不要再解释了 不要同着你老婆面说了 跟你留个面子 大家都是女人 哎呀 没有偷窥者行了吧 怎么这样子 你给我说说 偷窥者怎么回事 哎呀 行了 别说了 人家都说了 没有偷窥者嘛 咱们没有偷窥者 没有偷窥者 我忙什么呢我 偷窥者在哪儿呢 你帮我 对呀 咱呢 没有就完了 你让他走了 不就完了吗你 怎么的 啊 偷窥者抓着了 啊 谁呀 没有偷窥者 明白了 你把那个照片给我发过来 你看 你看了吧 真有 王莉莉 你过来 哎呀妈 你过来 你过来 我让你看个偷窥者 是不是特恶心啊 来来来来 哎呀 留着哈喇子那种 哎呀 你过来看看 你过来看看 他真留哈喇子 天天留 你好好看看嘛 谁啊 我儿子 哎呀 我的宝贝儿子呀 哎呀 他肯定是想妈咪了 他肯定是想妈咪了 原来是他呀 你说这么远的路途 他能来看我 他肯定是想我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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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奇怪 老狗识途啊 你天哪 我的宝贝儿 来 怎么的 啊 还有第二位偷窥者 哎呦 啊 什么情况啊 啊 明白了 把照片给我发过来 你 天呐 暗恋我的人怎么这么多呢 你说这女人有没有 来呀 王莉莉 来 这个人暗恋你暗的不行了 快来看看吧 来 看看吧 爸 又一条狗啊 我老公 我跟你说啊 情况我们已经调查前处了 你老公啊 对你不放心 就天天带着这个狗 过来看一看 那他那么不进家门呢 不是 我说你啊 你能不能别这么大的脾气啊 来来来 王莉莉 你过来 你过来 你坐着 王莉莉啊 哥得说你两句 你不能这么大的脾气 对 是不是 你说你这么大脾气 你老公他敢进家门吗 人呐 不能老停留在自己那个感觉中 你得想想别人 理解理解别人 你说你天天没事 在那个大狼狗的院里面溜达 接风邻居能不怕吗 你说你让那大狼狗 跟你老公PK 你老公能不怕吗 你说今儿这事 你非说我爱你 我能不怕吗 原来你不怕我呀 我 我 我 一定要改 我知道我 我做一个女人 她确实有魅力 但是我现在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把魅力 是给我老公一个人 对对对 好吧 我一定要改的 你们以后看我 好好好 我走了 老公等着你呢 对带她去吧 走吧 哎呦 我 刚子 刚子 来 过我手 真的 对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 我特别抱歉 没事 我要跟你说声 对不起 没事没事 没事 但是 我要表扬你 你的山美 是最棒的 哎呦 我这马 这马 这马 这受不了这个 吓死我了都 吓死我了 行了行了 没事 圆满解决了 都回去吧 赵刚子 我求你件事呗 怎么的 以后工作的时候 别总把自己搭进去 你呀 就是个 啥意思 哎哎哎 站住 干啥去你呀 我还插一圈巡罗呢 你还巡什么罗呀 我告诉你 大姐说的对 你就是个这个 这啥意思 啥意思你不知道 来 告诉她 这什么意思